我们学这部经教 目的是哪里 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移身心 我们的障碍就是怀疑 不能说没怀疑 如果不怀疑 那就像英光大师讲的 你念佛 你读尽 你生活待人接物 必定是十分的沉浸 你今天没有十分沉浸 就是用于怀疑 对于四十真相 没搞清楚啊 搞清楚就不怀疑了 释迦牟尼佛当年诸师 讲经教学四十九年为谁 就是为我们这些人 疑恨难断 对上上根人 一说他就明白了 那不用再说了 下下根人也用不着说 他老实 教他念佛 他一直放念到底 很容易成修 最难度的 就是当中这一类人 这一类人数最多 既不是上根又不是下根 四十九年 讲经教学是为这些人 慈悲到了极处啊 用什么方法 帮助你一生成就呢 就这一句法号 真难行啊 清静万论 到最后统统归阿弥陀佛 师尊出世 就像善道大师所说的 祝福所以心出世 祝福如来 所以出现在这个世界 众生有感 他来印了 出现在这个世界 多 用什么方法度众生 唯一说弥陀奔远海 弥陀奔远海 就是四十八年 用什么度众生 就用这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你不能够理解 你对他还有疑问 在细说 这一部无量寿经 就是四十八年的细说 还要有怀疑呢 那大方广佛华言 那是什么 是无量寿经的再细说 是这么个道理啊 一句佛号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全程接受了 这先要不要了 不要了 为什么 法上印识 后患非法 就是佛法 事法 统统都舍掉了 就这一句阿弥陀佛 成功了 不但释迦摩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经典上告诉我 社方三世 一切诸佛所说的 你统统都可以放下 阿弥陀佛 你明了 就可以放下 真真不可思议 无论什么人 造作无逆食物 集中罪业的人 甚至 报佛报法 报彼求生的人 都能够生 这不得了 佛在经典上 虽然说 第十八院讲 无逆食物 都能够得度 唯有 毁谤佛法的 这个人不能得度 其实 就 毁谤佛法 那个罪 比什么都重 比无逆食物 还要重 为什么 断众生会命 能不能够呢 还是能够 只要你 悔过 再不毁谤 真正忏悔 念佛 求生 见读 阿弥陀佛 还是会来 接应 那你就晓得 这一句 阿弥陀佛 没有不得度的 众生 并伐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之类 普度了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助阿弥陀佛 众生